禪師曾告訴我,他早年游歷東南亞各國時,在泰國一處鄉間小木屋住過 一天,一位散發惡臭的人走進他的小屋 禪師形容那味道就像糞便一樣難聞,後來他才知道,此人是被邪靈復生了 禪師還說,邪靈要復生一個人需要有很深的姻緣,一旦復生就很難擺脫,除非雙方的姻緣耗盡 我自己也見過不少類似的例子,如果個人八字出現醜或有這兩個陰性很強的地質 而且這兩個地質對於個人四處八字不利,那麼它很容易招惹陰界的冤假 從風水的角度來看,目前有大樹遮陰就容易形成陰氣聚集的地方,也容易招來邪靈 以上的八字命局和風水地局可以斷定,邪靈復底,冥冥之中已有定數 禪師說,要根治靈界的問題非常困難,不是做幾個儀式就能解決的,關鍵是要化解冤氣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斷地福的迴向,尤其是栽生的福德